大家好,欢迎回到市城talk 今天我想分享有关新加坡住院险的起点内容 很多人在配置或购买住院险的时候 有一些点是容易忽略 或者有些人压根都不知道的一些方面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是有关新加坡终身健保的内容 有些人就说了 我有政府基本的终身健保 比如麦迪秀 我就不需要再额外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的住院险 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 因为麦迪秀的终身健保 它有一个报销的顶线 就是每年是15万金币 如果说超过了这个报销的顶线 你是需要自付的 然而如果说你一旦选择了 在此基础上的商业保险公司住院险 你就可以把报销的顶线提升到50万 150万甚至是200万这样的一个顶线 到时候如果说你的一旦 你的住院费超过了这个限额 会有给你带来更多的保障 而不是仅仅把这个限额限制在15万新币 第二点是关于外国人购买或配置住院险 有些保险公司只允许 外国人买到最高的私人医院的一个保障 买到最高也就意味着更高的保费 特别是像我们新民的父母 如果说选择买到私人医院的话 这个保费是非常高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个保费会越来越高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选择买到公义院 这就需要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 要做各个保险公司的一个对比 要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第三点呢是有关报销 有些保险公司呢 如果说在客户在这一年呢 有做过理赔那么他第二年的保费呢 会增加的甚至保费呢会提升 30%其实这个比例呢还是蛮大的 然而有些保险公司呢 是不受理赔所影响的 所以说在配置住院险的时候呢 要做多方面的一个对比和比较 选择对有利于自己的保险 第三点有些人觉得自己还年轻 身体健康状况很好 几乎不用住医院啊 所以说就不需要现在去配置住院险 这样还可以省下一笔钱 其实有这种想法呢 其实风险还是蛮大的 因为呢住院险并不是说您想买啊 就能买或者想在什么时候买 就在什么时候买 一旦说一个人出现一些重大的疾病啊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购买住院险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聚保的风险 所以说购买住院险呢 就是有一个原则 就一定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购买 第五点 如果说一个人因为健康的状况 比如说出现过一些重大的疾病啊 然后购买住院险的时候就被聚保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预算充足的话呢 其实可以考虑啊 新加坡一些保险公司 推出的一些高端的医疗险 这个医疗险呢 其实可以啊 如果说有潜在的一些既往病史啊 或现有的一些重大疾病啊 也是可以受保的 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说它的保费比较贵 但是如果说在新加坡 长期生活的话 有这方面的一些需要 选择可能稍微贵一点的这个 高端医疗险也总比啊 没有住院险要好 毕竟呢 有了保险就能有多一份的一个保障 第六点呢 在为刚出生的婴儿啊 配置住院险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因为有些保险公司呢 是对先天性疾病呢 有一年甚至是两年的一个等待期 换句话说呢 就是如果说孩子在一年之内 出现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呢 这个保险呢 是不报的 所以说这个风险呢 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在配置保险的时候呢 一定要向你的顾问问清楚啊 这家保险公司能否涵盖 孩子的这个先天性疾病 毕竟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最后一点呢 有些人觉得啊 我如果说我买的是最高的住院险 就是保到私人医院 就是不是意味着 不管这一年 这个住院的费用是多少 那么呢 自付额的顶限呢 是3000新币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生的话 那么你的报销的 这个比例呢 是按5%的自付额 然后呢 有一个3000的一个报销顶限 但是如果说 你选择的医生 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生的话 就没有这样一个3000的限制 就完全按照5%的一个自付额来执行 好了 如果说你有更多关于新加坡住院险 重大疾病险 以及投资啊 理财啊 等方面的需求 或者疑问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添加我的微信 直接与我联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